清朝,苏州旅门有位徐寿天,有一天上街访友,却被迎面集来的一个挑粪人给碰住了,还泼洒了他一身的脏粪。徐寿天很想发火,并要他赔偿衣服和鞋子。但随即想到挑粪的人,家境一定贫穷,怎能要求他什么?于是忍受着身上的臭气,想转身离开。 没想到,那挑粪人居然愤恨地反过来大骂徐寿天,说是他横行在道路上,害他的粪桶撞翻。对他咆哮地止住他,又打又骂。徐寿天极力忍受着,急忙摆脱后逃窜而去。挑粪人还怒不可遏地在后面追骂他,连围观的人都为徐寿天大抱不平。徐寿天狼狈又臭熏熏地回到家里,换了衣服灌洗完毕,妻子儿女也埋怨着,认为这真是倒霉又不祥的兆头。 徐寿天自己也愤愤不平地闷闷不乐。当晚半夜时,突然听到外面的猫、狗都在狂叫,还有急促的呼叫声,这三更半夜的,谁会这样呼叫呢?于是,他赶紧披上衣服开门查看,一看吓了一跳,竟然是白天遇到的挑粪人。 只见那挑粪人因冷冷地站在他家门外。徐寿天不乐说道,你白天撞了我,弄了我一身脏,我都没要你赔。你追打我,我一再忍辱必让。你居然还敢深更半夜跑到我家门口来找麻烦。 挑粪人冷冷地说,我前世与你皆有冤仇。这是时机因缘成熟,见面就分外憎恨。我本当命丧你手,以你白天对我的忍辱必让。我们仇恨的因缘已经错过了。 我的寿命已尽,但我家中非常贫困,无关恋葬。如果你能帮我入土为安,那我们的仇怨就可完全化解了。如果您还能周记一下我的妻儿,我一定会报答你的恩德。 挑粪人把姓名和住的地方告诉了他后,就跪地痛哭起来,然后瞬间就消失不见了。只剩一阵阴风与狗的吠叫声。徐寿天很惊骇。 天亮后,急着按照挑粪人说的地方前去寻访,才得知挑粪人在白天追打他后,回到家突然就死去了。一切果然都如挑粪人说的一样。 徐寿天于是帮忙炼葬了他,并给他的儿子十两银子,教导他如何做小买卖,协助他成家立业,并孝顺奉养他的母亲。 挑粪的一家人,得以安定和乐地过着比以前更好的生活。徐寿天后来经商致富,而且更成为地方的首富,子女都非常横通显达。 后来他回想此事时说,我受到挑粪,人的羞辱与打骂,如果忍不了意识之气,圣怒之下和他争吵冲突,因缘定好报前世之仇。 那条粪人必将死在我手中,那事情就麻烦了,他死后我就变成凶手了,我肯定被报官偿命,那我一定已经在刑场被判死刑了。 小布人责乱大谋,这一念之间竟是福禄与灾祸的差别,人生中遇到的任何事都绝非偶然,无缘无故的各种横腻,都是我们在前生前世所造成的因果。 所以,当遇到无理取闹之人,能够多一些忍辱必让,就能像徐寿天那样,化解和避过更大的灾祸或种下更大的福报。 不然应援相报,循环往复,何时才能处理苦海岸? 想想有时会碰到这样的人。 圣经里也好多这样奇特的故事。